我们人常常会在梦想跟现实之间挣扎 带您看这个人 他的梦想就是音乐做乐团 现实就是家里的父母亲 在夜市摆摊卖水果很辛苦 那么在这两者之间 这个儿子一直在摆档 直到后来他想到了 可以两者坚固的办法 凌晨琴的手风琴 加上弟弟林果车的鼓为他伴奏 兄弟俩陶醉在异国风琴的曲调里 从小到大的这个时刻 就是他们能短暂脱离水果摊工作 沉浸在梦想里的时刻 你们有试过就是不想做水果吗 早上就赶快跑来偷玩乐器 不行 会不会走 所以直到现在兄弟俩还是乖乖的 先处理玩水果再玩乐器 林晨琴的爸妈在屏东夜市摆摊 卖现切水果 这几年林晨琴帮家里的水果摊逐步转型成网购 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 他把许多工作都带上了台北 五月是腌桃子的季节 林晨琴从小就要帮忙 桃子泡水后必须不断翻动清洗 去除表皮的毛 好让盐渗透 去除酸味 大学的时候 因为开始在弹乐器 就腌得很烦 因为手都会脱皮 然后弹乐器的时候就会很麻烦 因为它这个腌 腌手就会被侵蚀 所以其实我们的指甲是什么 像我妈的手都烂烂的 盐水多年侵蚀了妈妈的指甲 林晨琴看到爸妈这些年来 把脆脆的桃子腌制得酸甜可口 也懂得水果摊得苦 林爸爸清晨就去市场卖水果 中午收摊回家小睡片刻 一家人就要开始忙着晚上 夜市水果摊上的十多种水果 要先一一洗切分装 收摊回家已是半夜三四点 每到逢年过节 更是一家人最忙的时候 别人在吃年夜饭的时候 我们就要在夜市卖水果了 我们就是要卖那一波 就是吃完年夜饭出来逛街的 这个每一家人都很开心 可是我们就是很忙很忙 我们说大人情绪当然会比较不好 就是动作比较慢 但会被骂这样 对 那每年的初五呢 就初五的时候就刚好是我爸生日 那我们就是初四凌晨 就要把蛋糕买好 然后就要在夜市切蛋糕 夜市摊上的小番茄夹蜜间 又叫开心果 妈妈当年卖得特别好 生意好时 兄弟俩一个晚上从洗到切 要处理二三十项小番茄 现在凌晨情接手后 在蜜间上加了一点 妈妈帮她调配的干草粉提味 在夜市长大的男孩 要听话要孝顺 但顽皮的年纪 还是会叛逆 像我就会去偷我妈妈的钱 我爸妈的钱去打电动 因为就是没有零用钱 我就很想要做这件事 就去偷 那时候我妈就发现不妙了 因为没人管 然后她就听到有人说 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 她听到这句话 她马上把我跟我弟 送去学钢琴 然后学小提琴 因为她这辈子 只希望我们不要变坏 妈妈用了切水果 腌水果 每个彻夜摆摊的收入 把兄弟俩送去学钢琴 林晨晴当时很排斥 每天除了帮忙 还要练琴 真的连玩的时间都没有了 很多玩乐团的人 都会有这个故事 就听到摇滚乐 那听到摇滚乐的 不管是故事还是精神 或者歌词就被感动 然后在高中的时候 我就跟我自己说 我以后一定要玩乐团 然后就开始喜欢音乐 那时候就跟我自己说 我一定要考上大学 不然就是卖水果 不能玩音乐 就开始读书 为了离开家脱离水果摊 林晨晴努力考上大学 到了台北 他一边念广告系 一边玩乐团 陆续学了吉他 手风琴和编曲 毕业后 他自己创业 开了文创公司 他想只要做出一番事业 父母就不会逼他继承水果摊 大概六七年前 有一次我表哥跟我说 我妈就做做就昏倒这样 因为太累了 因为年纪也大 可是工作量还是很大 然后一个人在切水果 每天睡眠不足 长期这样健康就有问题 爸妈都有年纪 体力大不如前 搬水果切水果 熬夜摆摊 怎么能不累 林晨晴试着劝父母 早点退休 那时候每年都要叫我爸退休 不要做 但是他说退休哪有钱 因为我爸就是一个家庭责任感很重 他希望小孩子就是成家立业 然后没有烦恼 那就是他想要不要带小孩子负担 想要自己养活自己 林晨晴这才懂了 爸妈的辛苦工作是不想给他造成负担 那他也不能放下家里的水果摊不管 几次激烈的争吵劝说无效 林晨晴每周六日在台北交完吉他 再赶搭凌晨的夜车回屏东帮忙 希望别再让爸妈这么累 所以我那时候就做每个礼拜一二三 那礼拜三做完摆完摊卖完的时候 我又做夜车回台北 礼拜是早上九点教课这样 那时候就每个礼拜这样 就每个礼拜这样做 然后做两个月 我瘦了十公斤 对 因为就是我发现这样也不行 因为我也没体力了 如果要减轻父母的工作 他也不用在南北奔波 林晨晴学的是广告 他善用行销技能 劝爸妈让他把家里的水果摊转型成网路 虽然爸爸半信半疑 但林晨晴已经开始在网路接单 有了生意他才能劝爸妈 每天早点收摊回家休息 而爸爸也多了些时间 能放宽心休息做他想做的事 学烘焙 学乐器 深夜的水果摊上 林爸爸练日文 学手语 日子里不再只有紧张的出摊摆摊 脸上也多了笑容 那时候就一直觉得说 我一定要脱离这个世界 那后来一直到长大以后真的发现 真的完全脱离不了 因为他就是人生的一部分 那后来开始接受这件事情 那没想到他就变成 我生命经验里面的养分 然后不管是在创作 或者是在整个为人处事 就从这边学到很多东西 学到的还有妈妈再三叮嘱的 要乐于助人 要善良感恩 那个人并不是好命人 他觉得他口味人 对啊 然后拜托我妈 我妈就跟他买好几百斤 夏初的金黄芒果 是妈妈从屏东寄上台北的 凌晨请将芒果削皮 去籽浸泡去酸 撒上糖和梅子 每小时均匀搅拌 让烟漬入味 等待完成 人常常都是半夜十一二点 就和小时候一样 林晨晴长大了 还是一边工作一边做水果 只是现在他多了 自己的家庭要照顾 长时间的工作和缺乏睡眠 前不久 一场从孩子到夫妻俩的感冒 让林晨晴陷入高度紧张 就一直在咳嗽啊 然后那时候就很担心说 我们是不是得新冠肺炎 然后为了怕影响别人 我们就去检查 我们去检查的时候是阴性 可是我们在检查过程中 就发现医护人员 真的超级辛苦的 就是他们要每换一个 就是要来检查的这个病患的时候 他们就换一套整个设备 然后他又戴好几层的口罩 眼罩防护衣这样 然后我想说 哇这真的太辛苦了 然后想说那我能做什么 前几年林爸爸学烘焙后 学会了做大福 平时包红豆沙绿豆沙馅 到了冬季就把水果摊的草莓也包进去 现在这个季节则有隐藏限定版的 烟芒果大福 林晨晴跟爸爸学会了大福 他想把对医护人员的感谢 包进大福里 那护士有跟我说 他们很累 心很累这样 对那一瞬间我想说 哇就是 对对对 我们的有时候很舒服 或者是很轻松过日子 是因为他们的付出 或者他们其实 有一群人是默默在后面 就是为大家去承受一些压力的 对那想说我能做什么 就是给他们能够吃的好吃的大福 其实今年开年后 因为疫情 林晨晴所有的演出邀约都被取消 收入大减 还好有爸妈教他的手艺 他也把这份新意 在过去几个月 跑遍台北新北的各大公私立医院 捐出了上千颗大福 帮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而在更早之前 他就经常去社福单位分送大福 就是过了几年 就是有人就 就有网友就留言说 他也是从那个育幼院长大的小孩子 他看到我们这样做 他很感动 就是 就是 他们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的一些 简单的举动 可是其实是可以鼓舞其他的人的 那这样子的力量可以一直循环 终究还是以另一种形式 接下了爸妈的水果摊 也学下了爸妈期待他的 勤奋与善良 这成为一份伴他成长 待人接物的暖心仪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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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